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十二集 成为小网红 乔义男还真是震惊到了 他扫了一眼弹幕 基本上都是姐姐好美之类的话 他也就没有再看了 对了 刚刚看到你们在拍照 小姐姐也玩微博吧 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的微博名称吗 后期我们节目会在成片的微博上艾特你 帅哥说道 乔义男自然不会拒绝 他刚刚看了一下直播间的人数非常的高 说不定能给他长一长粉丝呢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最后请小姐姐说几句 对我们节目和粉丝们的祝福吧 乔义男笑着看着前面的直播设备说道 祝节目越办越好 越来越火 也祝粉丝们又美又有钱 说完之后 主持人给了他一个纪念礼盒 就离开了 哇 一直不敢出声的钟月惊喜地笑道 乔义男姐 你又火了 刚刚那个高颜值的路人节目 是一档一直很火的直播采访节目 专门采访街上颜值比较高的帅哥美女 采访的话题和内容与社会热点息息相关 由于采访的路人颜值都很高 所以有很多严控的粉丝 你刚刚还留了微博号 等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肯定会飞快涨粉 成为大网红的 他十分兴奋地说道 乔义男打开微博 搜索了一下高颜值路人的官微 发现粉丝果然很多 居然有三百多万 几乎每条微博下面的评论和点赞数目 都是非常的多 说明这些粉丝的活跃度非常的高 而且大多数是真粉 他心里微微也有些期待 如果这个节目真的能够给他带来大量的粉丝 那还真是为他省去了不少功夫 不过他的心思也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赞扬钟月说道 那就太好了 多亏了你呢 不然我就拒绝采访了 我们继续拍吧 拍完一会儿我请你吃午饭 顺便拍一些美食 不然总是发同一种类型的照片 也会叫人感到疲惫的 钟月自然没有意义 过了两三天 就在乔义男快要把采访这件事情 给忘掉的时候 钟月突然十分欣喜地对他说道 啊 义男姐 你上热搜了 乔义男有些诧异 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博 一打开微博 提示音和后台提醒 差点把手机卡死 他赶紧把所有的提示关掉 发现自己的粉丝 居然已经涨到了十万多 而且还在缓缓上涨 乔义男忍不住小声吸气 赶紧点开了热搜 之前热搜的第二十位是 高颜值的路人乔义男 点进去 话题的头像是他其中一条微博的照片 这顶微博就是 高颜值的路人最新一期的直播剪辑成片 配的文字是 看高颜值的小姐姐小哥哥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颜值 感谢大可可 周莫若 小刘向前冲 乔义男 梦若偏周 和不愿意透露微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接受采访 乔义男点开了评论 热门第一的内容是 乔义男小姐姐也太好看了吧 又美又灵 简直是迪士尼在逃小仙女了 热门第二的内容是 空降八分四十二秒 妈妈我要恋爱了 乔义男将进度条拉到了八分四十二秒 看到视频中的自己 镜头里的她化着淡妆 神态举止都十分的落落大方 全程都是非常自信的回答着主持人的提问 时不时露出一个笑容 不得不说 乔义男姐 就算是在上京胖十斤的诅咒下 你看起来也很少 怪不得评论都是夸你美的 忠远说道 高颜听了一耳朵 听到夸你美三个字的时候 就再也坐不住了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忠远原本还想和高颜说 但是想到 她和乔义男约定好 不能将这件事情告诉高颜 便收敛了脸上的笑意 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什么 颜姐 我去工作了 生怕高颜揪住自己 忠远一溜烟的又跑了 高颜看向乔义男 乔义男抿了抿嘴 也借口工作去了 高颜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 被这两个没眼色的助理气得发抖 行 不告诉我是吧 我自己看 高颜也听到了什么 微博热搜 于是她打开了微博 发现热搜上有一个十分刺眼的名字 她浑身发抖地点开了词条 在看到话题的头像的时候 整个人就爆炸了 好你个贱人 她直接从置顶的高颜值路人 微博的at中 点进了乔义男的微博 自虐一般看着微博里的照片 和照片下面夸乔义男漂亮的评论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眸中寒光乍现 胸中怒气翻腾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乔义男的粉丝居然长得这样快 才不到十条微博 粉丝居然已经快到十五万了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地上涨 高颜很确信 乔义男是不会买粉的 也就是说 这十五万的粉丝里 大部分都是活粉 贱人 贱人 高颜怒骂道 想当网红 想从网红踏入娱乐圈 想得美 我就看着 我就看着你怎么从高处摔下来 高颜狠狠地骂了一通 才感觉心气顺了一些 她看着手机屏幕上 笑得开心的乔义男 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 让你在得意几天 看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乔义男的微博粉丝 一路上涨 她睡前看了一眼 粉丝已经快到五十万了 私信几乎要爆炸 乔义男在私信里翻了翻 看到有几个品牌 已经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甚至还有网红公司 想要和她签约 第二天醒来之后 乔义男把自己是个小网红的事情 告诉了玉琛 玉琛倒也不惊讶 在她看来 乔义男这么漂亮 如果早些运用自己的美貌 现在早就是一线女星了 你现在要踏入娱乐圈吗 我可以帮你联系几家娱乐公司 你挑一下 玉琛轻描淡写地说道 乔义男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还是不着急踏入娱乐圈吧 我现在才有些起色 只能算是小网红 踏入娱乐圈 可能也只是比一个群演 多不了多少戏份的小演员罢了 玉琛也没有强求 看来你自己有打算了 那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有困难的话 及时跟我说 我会帮你解决 知道吗 乔义男点了点头 脸却悄悄地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赶快订阅关注我吧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拿了狗血剧本后 我逆袭了 作者 月海潮生 由精灵小九 谭台叶 领衔演播 狗血剧本 欢迎订阅 第五十二集 成为小网红 乔义男还真是震惊到了 她扫了眼弹幕 基本上都是 姐姐好美之类的话 她也就没有再看了 对了 刚刚看到你们在拍照 小姐姐也玩微博吧 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的微博名称吗 后期我们节目 会在成片的微博上 爱特你啊 帅哥说道 乔义男自然不会拒绝 他刚刚看了一下 直播间的人数 非常的高 说不定能给他 长一长粉丝呢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最后请小姐姐说几句 对我们节目和粉丝们的 祝福吧 乔义男笑着 看着前面的直播设备 说道 祝节目越办越好 越来越火 也祝粉丝们又美又有钱 说完之后 主持人给了她一个纪念礼盒 就离开了 哇 一直不敢出声的中月 惊喜地笑道 乔乃姐 你要火了 刚刚那个高颜值的路人节目 是一档一直很火的直播采访节目 专门采访街上颜值比较高的帅哥美女 采访的话题和内容 与社会热点息息相关 由于采访的路人颜值都很高 所以有很多严控的粉丝 你刚刚还留了微博号 等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肯定会飞快涨粉 成为大网红的 她十分兴奋地说道 乔义男打开微博 搜索了一下高颜值路人的官微 发现粉丝果然很多 居然有三百多万 几乎每条微博下面的评论和点赞数目 都是非常的多 说明这些粉丝的活跃度非常的高 而且大多数是真粉 她心里微微也有些期待 如果这个节目真的能够给她带来大量的粉丝 那还真是为她省去了不少功夫 不过她的心思也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赞扬钟月说道 那就太好了 多亏了你呢 不然我就拒绝采访了 我们继续拍吧 拍完一会儿我请你吃午饭 顺便拍一些美食 不然总是发同一种类型的照片 也会叫人感到疲惫的 钟月自然没有异议 过了两三天 就在乔义男快要把采访这件事情给忘掉的时候 钟月突然十分欣喜地对她说道 乔义男姐 你上热搜了 乔义男有些诧异 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博 一打开微博 提示音和后台提醒 差点把手机卡死 她赶紧把所有的提示关掉 发现自己的粉丝居然已经涨到了十万多 而且还在缓缓上涨 乔义男忍不住小声吸气 赶紧点开了热搜 只见热搜的第二十位是 高颜值的路人乔义男 点进去 话题的头像是她其中一条微博的照片 这顶微博就是 高颜值的路人最新一期的直播剪辑成片 配的文字是 看高颜值的小姐姐小哥哥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颜值 感谢大可可 周莫若 小刘向前冲 乔义男 梦若偏周 和不愿意透露微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接受采访 乔义男点开了评论 热门第一的内容是 乔义男小姐姐也太好看了吧 又美又灵 简直是迪士尼在逃小仙女了 热门第二的内容是 空降八分四十二秒 妈妈我要恋爱了 乔义男将进度条拉到了八分四十二秒 看到视频中的自己 镜头里的她化着淡妆 神态举止都十分的落落大方 全程都是非常自信的回答着主持人的提问 时不时露出一个笑容 不得不说 乔义男姐 就算是在上京胖十斤的诅咒下 你看起来也很少 怪不得评论都是夸你美的 中月说道 高岩听了一耳朵 听到夸你美三个字的时候 就再也坐不住了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中月原本还想和高岩说 但是想到 她和乔义男约定好 不能将这件事情告诉高岩 便收敛了脸上的笑意 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什么 严姐 我去工作了 生怕高岩揪住自己 中月一溜烟的又跑了 高岩看向乔义男 乔义男抿了抿嘴 也借口工作去了 高岩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 被这两个没眼色的助理气得发抖 行 不告诉我是吧 我自己看 高岩也听到了什么微博热搜 于是他打开了微博 发现热搜上有一个十分刺眼的名字 他浑身发抖地点开了词条 在看到话题的头像的时候 整个人就爆炸了 好你个贱人 他直接从置顶的高颜值路人 微博的at中 点进了乔义男的微博 自虐一般看着微博里的照片 和照片下面夸乔义男漂亮的评论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眸中寒光乍现 胸中怒气翻腾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乔义男的粉丝居然长得这样快 才不到十条微博 粉丝居然已经快到十五万了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地上涨 高颜很确信 乔义男是不会买粉的 也就是说 这十五万的粉丝里 大部分都是活粉 贱人 贱人 高颜怒骂道 想当网红 想从网红踏入娱乐圈 想得美 我就看着 我就看着你怎么从高处摔下来 高颜狠狠地骂了一通 才感觉心气顺了一些 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笑得开心的乔义男 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 让你在得意几天 看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乔义男的微博粉丝一路上涨 他睡前看了一眼 粉丝已经快到五十万了 私信几乎要爆炸 乔义男在私信里翻了翻 看到有几个品牌 已经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甚至还有网红公司想要和他签约 第二天醒来之后 乔义男把自己是个小网红的事情 告诉了郁琛 郁琛倒也不惊讶 在他看来 乔义男这么漂亮 如果早些运用自己的美貌 现在早就是一线女星了 你现在要踏入娱乐圈吗 我可以帮你联系几家娱乐公司 你挑一下 郁琛轻描淡写地说道 乔义男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还是不着急踏入娱乐圈吧 我现在才有些起色 只能算是小网红 踏入娱乐圈 可能也只是比一个群演 多不了多少戏份的小演员罢了 郁琛也没有强求 看来你自己有打算了 那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有困难的话 及时跟我说 我会帮你解决 知道吗 乔义男点了点头 脸却悄悄地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赶快订阅关注我吧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拿了狗血剧本后 我逆袭了 作者 月海潮生 由精灵小九 残台夜 领衔艳播 狗血剧本 欢迎订阅 第五十二集 成为小网红 乔义男还真是震惊到了 她扫了眼弹幕 基本上都是 姐姐好美之类的话 她也就没有再看了 对了 刚刚看到你们在拍照 小姐姐也玩微博吧 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的微博名称吗 后期我们节目 会在成片的微博上 爱特你啊 帅哥说道 乔义男自然不会拒绝 他刚刚看了一下 直播间的人数 非常的高 说不定能给他 长一长粉丝呢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最后请小姐姐说几句 对我们节目和粉丝们的 祝福吧 乔义男笑着 看着前面的直播设备 说道 祝节目越来越好 越来越火 也祝粉丝们又美又有钱 说完之后 主持人给了她一个纪念礼盒 就离开了 哇 一直不敢出声的钟月 惊喜地笑道 乔乃姐 你又火了 刚刚那个高颜值的路人节目 是一档一直很火的 直播采访节目 专门采访街上 颜值比较高的帅哥美女 采访的话题和内容 与社会热点息息相关 由于采访的路人颜值都很高 所以有很多严控的粉丝 你刚刚还留了微博号 等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肯定会飞快涨粉 成为大网红的 他十分兴奋地说道 乔义男打开微博 搜索了一下 高颜值路人的官微 发现粉丝果然很多 居然有三百多万 几乎每条微博下面的评论 和点赞数目都是非常的多 说明这些粉丝的活跃度 非常的高 而且大多数是真粉 他心里微微也有些期待 如果这个节目 真的能够给他带来 大量的粉丝 那还真是为他 省去了不少功夫 不过他的心思 也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赞扬钟月说道 那就太好了 多亏了你呢 不然我就拒绝采访了 我们继续拍吧 拍完一会儿 我请你吃午饭 顺便拍一些美食 不然总是发 同一种类型的照片 也会叫人感到疲惫的 钟月自然没有意义 过了两三天 就在乔以南快要把 采访这件事情 给忘掉的时候 钟月突然十分欣喜地 对他说道 啊 以南姐 你上热搜了 乔以南有些诧异 赶紧拿出手机 打开微博 一打开微博 提示音和后台提醒 差点把手机卡死 他赶紧把所有的提示关掉 发现自己的粉丝 居然已经涨到了十万多 而且还在缓缓上涨 乔以南忍不住 小声吸气 赶紧点开了热搜 只见热搜的第二十位是 高颜值的路人 乔以南 点进去 话题的头像是他其中一条 微博的照片 这顶微博就是 高颜值的路人 最新一期的直播剪辑成片 配的文字是 看高颜值的小姐姐 小哥哥们 如何看待自己的颜值 感谢大可可 周末若 小刘向前冲 乔以南 梦若偏周 和不愿意透露微博的 小哥哥小姐姐们 接受采访 乔以南 点开了评论 热门第一的内容是 乔以南 小姐姐也太好看了吧 又美又灵 简直是迪士尼 在掏小仙女了 热门第二的内容是 空降八分四十二秒 妈妈 我要恋爱了 乔以南 将进度条 拉到了八分四十二秒 看到视频中的自己 镜头里的他 画着淡妆 神态举止都十分的落落大方 全程都是非常自信的 回答着主持人的提问 时不时露出一个笑容 不得不说 乔以南姐 就算是在上京胖十斤的诅咒下 你看起来也很少 怪不得评论都是夸你美的 中原说道 高颜听了一耳朵 听到夸你美三个字的时候 就再也坐不住了 你们两个 说什么呢 中原原本还想和高颜说 但是想到 他和乔以南约定好 不能将这件事情告诉高颜 便收敛了脸上的笑意 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什么 严姐 我去工作了 生怕高颜揪住自己 中原一溜烟的又跑了 高颜看向乔以南 乔以南抿了抿嘴 也借口工作去了 高颜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 被这两个没眼色的助理 气得发抖 行 不告诉我是吧 我自己看 高颜也听到了什么 微博热搜 于是他打开了微博 发现热搜上有一个 十分刺眼的名字 他浑身发抖地点开了词条 在看到话题的头像的时候 整个人就爆炸了 好你个贱人 他直接从置顶的高颜值路人 微博的at中 点进了乔以南的微博 自虐一般看着微博里的照片 和照片下面夸乔以南漂亮的评论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眸中寒光乍现 胸中怒气翻腾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乔以南的粉丝居然长得这样快 才不到十条微博 粉丝居然已经快到十五万了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地上涨 高颜很确信 乔以南是不会买粉的 也就是说 这十五万的粉丝里 大部分都是活粉 贱人 贱人 高颜怒骂道 想当网红 想从网红踏入娱乐圈 想得美 我就看着 我就看着你怎么从高处摔下来 高颜狠狠地骂了一通 才感觉心气顺了一些 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笑得开心的乔以南 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 让你在得意几天 看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乔以南的微博粉丝一路上涨 他睡前看了一眼 粉丝已经快到五十万了 私信几乎要爆炸 乔以南在私信里翻了翻 看到有几个品牌已经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甚至还有网红公司想要和他签约 第二天醒来之后 乔以南把自己是个小网红的事情 告诉了郁琛 郁琛倒也不惊讶 在他看来 乔以南这么漂亮 如果早些运用自己的美貌 现在早就是一线女星了 你现在要踏入娱乐圈吗 我可以帮你联系几家娱乐公司 你挑一下 郁琛轻描淡写地说道 乔以南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还是不着急踏入娱乐圈吧 我现在才有些起色 只能算是小网红 踏入娱乐圈 可能也只是比一个群演 多不了多少戏份的小演员罢了 郁琛也没有强求 看来你自己有打算了 那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有困难的话 及时跟我说 我会帮你解决 知道吗 乔以南点了点头 脸却悄悄地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赶快订阅关注我吧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拿了狗血剧本后 我逆袭了 作者 月海潮生 由精灵小九 谭台叶 领衔演播 狗血剧本 欢迎订阅 第五十二集 成为小网红 乔以南还真是震惊到了 她扫了一眼弹幕 基本上都是 姐姐好美之类的话 她也就没有再看了 对了 刚刚看到你们在拍照 小姐姐也玩微博吧 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的微博名称吗 后期我们节目 会在成片的微博上 艾特你啊 帅哥说道 乔以南自然不会拒绝 他刚刚看了一下 直播间的人数 非常的高 说不定能给他 长一长粉丝呢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最后请小姐姐说几句 对我们节目和粉丝们的 祝福吧 乔以南笑着 看着前面的直播设备 说道 祝节目越来越好 越来越火 也祝粉丝们又美又有钱 说完之后 主持人给了他一个 纪念礼盒 就离开了 哇 一直不敢出声的 钟月惊喜地笑道 艾南姐 你要火了 刚刚那个高颜值的 路人节目 是一档 一直很火的直播采访节目 专门采访 街上颜值比较高的 帅哥美女 采访的话题和内容 与社会热点息息相关 由于采访的路人 颜值都很高 所以有很多 颜控的粉丝 你刚刚还留了微博号 等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肯定会飞快涨粉 成为大网红的 他十分兴奋地说道 乔以南打开微博 搜索了一下 高颜值路人的官微 发现粉丝果然很多 居然有三百多万 几乎每条微博下面的 评论和点赞数目 都是非常的多 说明这些粉丝的 活跃度非常的高 而且 大多数是真粉 他心里微微也有些期待 如果这个节目 真的能够给他 带来大量的粉丝 那还真是为他 省去了不少功夫 不过他的心思 也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赞扬中月说道 那就太好了 多亏了你呢 不然我就拒绝采访了 我们继续拍吧 拍完一会儿 我请你吃午饭 顺便拍一些美食 不然总是发 同一种类型的照片 也会叫人感到疲惫的 中月自然没有意义 过了两三天 就在乔以南快要把采访 这件事情给忘掉的时候 中月突然十分欣喜地 对他说道 啊 以南姐 你上热搜了 乔以南有些诧异 赶紧拿出手机 打开微博 一打开微博 提示音和后台提醒 差点把手机卡死 他赶紧把所有的提示关掉 发现自己的粉丝 居然已经涨到了十万多 而且还在缓缓上涨 乔以南忍不住小声吸气 赶紧点开了热搜 只见热搜的第二十位是 高颜值的路人乔以南 点进去 话题的头像是他其中一条 微博的照片 这顶微博就是 高颜值的路人 最新一期的直播剪辑成片 配的文字是 看高颜值的小姐姐小哥哥们 如何看待自己的颜值 感谢大可可 周莫若 小刘向前冲 乔以南 梦若偏周 和不愿意透露微博的 小哥哥小姐姐们 接受采访 乔以南点开了评论 热门第一的内容是 乔以南小姐姐也太好看了吧 又美又灵 简直是迪士尼在掏小仙女了 热门第二的内容是 空降八分四十二秒 妈妈我要恋爱了 乔以南将进度条 拉到了八分四十二秒 看到视频中的自己 镜头里的她画着淡妆 神态举止都十分的 落落大方 全程都是非常自信的 回答着主持人的提问 时不时露出一个笑容 不得不说 乔以南姐 就算是在上京胖十斤的诅咒下 你看起来也很少 怪不得评论都是夸你美的 中原说道 高颜听了一耳朵 听到夸你美三个字的时候 就再也坐不住了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中原原本还想和高颜说 但是想到 他和乔以南约定好 不能将这件事情告诉高颜 便收敛了脸上的笑意 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什么 严姐 我去工作了 生怕高颜揪住自己 终于一溜烟的又跑了 高颜看向乔以南 乔以南抿了抿嘴 也借口工作去了 高颜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 背着两个没眼色的助理 气得发抖 行 不告诉我是吧 我自己看 高颜也听到了什么 微博热搜 于是他打开了微博 发现热搜上 有一个十分刺眼的名字 他浑身发抖地点开了词条 在看到话题的头像的时候 整个人就爆炸了 好你个贱人 他直接从置顶的 高颜直路人微博的 at中 点进了乔以南的微博 自虐一般看着微博里的照片 和照片下面夸乔以南漂亮的评论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眸中寒光乍现 胸中怒气翻腾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乔以南的粉丝居然长得这样快 才不到十条微博 粉丝居然已经快到十五万了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地上涨 高颜很确信 乔以南是不会买粉的 也就是说 这十五万的粉丝里 大部分都是活粉 贱人 贱人 高颜怒骂道 想当网红 想从网红踏入娱乐圈 想得美 我就看着 我就看着你怎么从高处摔下来 高颜狠狠地骂了一通 才感觉心气顺了一些 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笑得开心的乔以南 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 让你在得意几天 看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乔以南的微博粉丝一路上涨 他睡前看了一眼 粉丝已经快到五十万了 私信几乎要爆炸 乔以南在私信里翻了翻 看到有几个品牌 已经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甚至还有网红公司 想要和他签约 第二天醒来之后 乔以南把自己是个小网红的事情 告诉了郁琛 郁琛倒也不惊讶 在他看来 乔以南这么漂亮 如果早些运用自己的美貌 现在早就是一线女星了 你现在要踏入娱乐圈吗 我可以帮你联系几家娱乐公司 你挑一下 郁琛轻描淡写地说道 乔以南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还是不着急踏入娱乐圈吧 我现在才有些起色 只能算是小网红 踏入娱乐圈可能也只是比一个群演 多不了多少戏份的小演员罢了 郁琛也没有强求 看来你自己有打算了 那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有困难的话 及时跟我说 我会帮你解决 知道吗 乔以南点了点头 脸却悄悄地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赶快订阅关注我吧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拿了狗血剧本后 我逆袭了 作者 月海潮生 由精灵小九 谭台叶 领衔艳播 狗血剧本 欢迎订阅 第五十二集 成为小网红 乔以南还真是震惊到了 他扫了眼弹幕 基本上都是 姐姐好美之类的话 他也就没有再看了 对了 刚刚看到你们在拍照 小姐姐也玩微博吧 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的微博名称吗 后期我们节目 会在成片的微博上 帅哥说道 乔以南自然不会拒绝 他刚刚看了一下 直播间的人数 非常的高 说不定能给他 长一长粉丝呢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最后请小姐姐说几句 对我们节目 和粉丝们的祝福吧 乔以南笑着 看着前面的直播设备 说道 祝节目越来越好 越来越火 也祝粉丝们又美又有钱 说完之后 主持人给了他一个纪念礼盒 就离开了 哇 一直不敢出声的钟月 惊喜地笑道 乔以南姐 你又火了 刚刚那个高颜值的 路人节目 是一档一直很火的 直播采访节目 专门采访 街上颜值比较高的 帅哥美女 采访的话题和内容 与社会热点息息相关 由于采访的路人颜值 都很高 所以有很多 眼控的粉丝 你刚刚还留了微博号 等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肯定会飞快涨粉 成为大网红的 他十分兴奋地说道 乔以南打开微博 搜索了一下 高颜值路人的官微 发现粉丝果然很多 居然有三百多万 几乎每条微博下面的评论 和点赞数目 都是非常的多 说明这些粉丝的活跃度 非常的高 而且大多数是真粉 他心里微微也有些期待 如果这个节目 真的能够给他 带来大量的粉丝 那还真是为他 省去了不少功夫 不过他的心思 也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赞扬钟月说道 那就太好了 多亏了你呢 不然我就拒绝采访了 我们继续拍吧 拍完一会儿 我请你吃午饭 顺便拍一些美食 不然总是发 同一种类型的照片 也会叫人感到疲惫的 钟月自然没有意义 过了两三天 就在乔以南 快要把采访这件事情 给忘掉的时候 钟月突然十分欣喜地 对他说道 啊 以南姐 衣裳热搜了 乔以南有些诧异 赶紧拿出手机 打开微博 一打开微博 提示音和后台提醒 差点把手机卡死 他赶紧把所有的提示关掉 发现 自己的粉丝 居然已经涨到了十万多 而且还在缓缓上涨 乔以南忍不住 小声吸气 赶紧点开了热搜 只见热搜的第二十位是 高颜值的路人 乔以南 点进去 话题的头像 是他其中一条微博的照片 这顶微博就是 高颜值的路人 最新一期的直播剪辑成片 配的文字是 看高颜值的小姐姐小哥哥们 如何看待自己的颜值 感谢大可可 周末若 小刘向前冲 乔以南 梦若偏周 和不愿意透露微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接受采访 乔以南 点开了评论 热门第一的内容是 乔以南小姐姐也太好看了吧 又美又灵 简直是迪士尼在掏小仙女了 热门第二的内容是 空降八分四十二秒 妈妈 我要恋爱了 乔以南将进度条 拉到了八分四十二秒 看到视频中的自己 镜头里的他 画着淡妆 神态举止都十分的落落大方 全程都是非常自信的 回答着主持人的提问 时不时露出一个笑容 不得不说 乔以南姐 就算是在上京胖十斤的诅咒下 你看起来也很少 怪不得评论都是夸你美的 中月说道 高颜听了一耳朵 听到夸你美三个字的时候 就再也坐不住了 你们两个 说什么呢 中月原本还想和高颜说 但是想到 他和乔以南约定好 不能将这件事情告诉高颜 便收敛了脸上的笑意 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什么 严姐 我去工作了 生怕高颜揪住自己 中月一溜烟的又跑了 高颜看向乔以南 乔以南抿了抿嘴 也借口工作去了 高颜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 被这两个没眼色的助理 气得发抖 行 不告诉我是吧 我自己看 高颜也听到了什么 微博热搜 于是他打开了微博 发现热搜上有一个 十分刺眼的名字 他浑身发抖地点开了词条 在看到话题的头像的时候 整个人就爆炸了 好你个贱人 他直接从置顶的高颜值路人 微博的at中 点进了乔以南的微博 自虐一般看着微博里的照片 和照片下面夸乔以南漂亮的评论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眸中寒光乍现 胸中怒气翻腾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乔以南的粉丝居然长得这样快 才不到十条微博 粉丝居然已经快到十五万了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地上涨 高颜很确信 乔以南是不会买粉的 也就是说 这十五万的粉丝里 大部分都是活粉 贱人 贱人 高颜怒骂道 想当网红 想从网红踏入娱乐圈 想得美 我就看着 我就看着你怎么从高处摔下来 高颜狠狠地骂了一通 才感觉心气顺了一些 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笑得开心的乔以南 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 让你在得意几天 看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乔以南的微博粉丝一路上涨 他睡前看了一眼 粉丝已经快到五十万了 私信几乎要爆炸 乔以南在私信里翻了翻 看到有几个品牌 已经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甚至还有网红公司 想要和他签约 第二天醒来之后 乔以南把自己是个小网红的事情 告诉了郁琛 郁琛倒也不惊讶 在他看来 乔以南这么漂亮 如果早些运用自己的美貌 现在早就是一线女星了 你现在要踏入娱乐圈吗 我可以帮你联系几家娱乐公司 你挑一下 郁琛轻描淡写地说道 乔以南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还是不着急踏入娱乐圈吧 我现在才有些起色 只能算是小网红 踏入娱乐圈 可能也只是比一个群演 多不了多少戏份的小演员罢了 郁琛也没有强求 看来你自己有打算了 那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有困难的话 及时跟我说 我会帮你解决 知道吗 乔以南点了点头 脸却悄悄地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赶快订阅关注我吧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